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的时候已是黄昏 白羊垫笼罩在雨后兴起的淡雾中 轻轻的尾叶广纳了雾的白和夕阳的黄 荷叶甜甜 宽阔的叶面上 汇集的雾露 引凝成珠 那枚即将落下的太阳 在通透的露珠里闪闪晶晶 荷花殿里空无一人 仅有一盏灯支撑着这辽阔的人间 流影从水草风冒出飞出 星星一如莲花般反射 野花野草里 再也藏不住下虫的歌声了 天上地上 万物荣华 顿时发声 一阵风吹来 薄雾输然收起 那隐喻听的远处的强声 或许不过是 微老排挤尾干的声音吧 孤灯把一个人影 送入见咒的水面 像一只大脚 在大大的店面 留下一只 大大的脚印 风吹尾摇 一时间不禁 一派欢腾 黄昏的风 靠近一个人 背影的弯曲 就这样 一群野鸭游过来 离岸不远了 却全体转身 引入尾道 在这摇摇摇摆白白的尾档里 今夜 他们是否 睡得安稳 除了文字 泪水 我空荡的心里 已掏不出任何物件 来撞点 人类和自然的 安宁 就 мы 给你 弟啊 ここ 词